靠着当汉奸 做傀儡 做洋奴才 靠着背弃国家民族 将自己的灵魂 典荡给魔鬼 从而交换 一时虚荣权势 以法治保障 爱国者治岗这件事 是着实惹得倒内一些 梦想着以美谋独的洋奴才不高兴了 但最后结局下场又是什么呢 差不多从2019年中旬开始 国台办所举行的 每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新闻发言人除了要回答 两岸媒体所关切的 重大涉台问题之外 还时不时得额外完成一个家项 得回答一些附加题 就比如 时不时就得回答一下 涉及香港的相关问题 这背后的原因呢 那无非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绿营政客 台独分子 近一两年来 时不时就利用这所谓的香港问题 跟那撂角子 出于他们自己搞台独的利益诉求 和险恶用心 在涉港问题上 给你玩命颠倒黑白 恶意抹黑 攻击一国两制 企图是乱港谋独 这不最近就来了吗 就在不久前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香港基本法 附建一和附建二修订案 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爱国者治港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如此一来不要紧 岛内的绿营政客 台独分子呢 那一听就疯了 那一通的上窜下跳 嗷嗷乱叫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 予以了严正回击 正告民进党当局 立即停止对香港事务的政治操弄 收回黑手 谋独乱港 是必遭严惩 说起中国的香港 在不少国人的心中 也许总会多多少少浮现起一种复杂的情愫 你比如 香港的地方确实不大 从绝对面积上讲 有时候确实会被形容成弹丸之地 香港的商业发达 是文明狭尔的世界金融中心 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港口 当之无愧的东方之珠 香港的影视娱乐产业发达 那陪伴了多少的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 最后从香港的历史变迁 风云变换上讲 他也真的是与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 民族命运的起落兴衰 深深的关联 这世界上最先侵略中国的那就是英国人 这十九世纪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 凭借自己的船坚炮利 声声撬开了当时闭关自首制度腐朽的清廷大门 也让中国人从那时候开始逐步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凭借着两次鸦片战争后分别签订的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以及1898年的展触香港戒指专条 凶狠狡诈的侵略者那是巧取豪夺 愣是把香港给借走了 哎 强行侵占了你的领土 还美其名曰我跟你借的 那借多久呢 一借就是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啊 您说这不就是摆明了欺负人吗 除了英国人 抗日战争期间 香港也曾短暂的沦落到日本人手里 虽然时间不算特别长 但这一节咱也不容忽略 接下来最值得说的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 1982年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的一句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尽管我们当时面对的 是刚刚打赢了英阿玛岛战争的英国首相 铁娘子萨切尔夫人 尽管英国人心里是一百万个不甘心 不乐意 但最后碍于中方的坚定立场 与日益发展的国力 英国人磨叽了一年 最后还是同意 1997年7月1日 把香港给乖乖的还回来 当然 回归祖国后的香港 也曾经历过一定程度的风雨和考验 你比如 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来袭 当时野心勃勃的金融巨额 国际吵架 盯上了香港 开始兴风作浪 随之而来的 就是香港股市的剧烈波动 但最终呢 香港特区政府 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 对国际吵架展开了强力反击 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 成功击退吵架 让之前横行无阻的金融巨额 是大败亏输 挥溜溜败走中国香港 冲破此节的香港 此后便一直保持着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 直到近年来 某些个商人总统 现在应该说是前总统 上台之后 也许是基于某些 常年养成的职业习惯 他总是习惯倾向于 用那种类似于小生意人的思维 眼界 手法和格局 去处理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去变着方的就跟做小买卖似的跟你在那讨价还价 哎 在他的思维与职业习惯里 要叫价就得有筹码啊 于是乎他就明里暗里的开始四处搜集筹码 没有筹码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是制造筹码 捏造筹码 也得逼着你陪他玩这砍价戏码 地摊游戏 他这一整不要紧 台湾岛内那些野心勃勃的绿营政客 台独分子 那立马激动了 为什么呀 一则刚好借机玩命抱美国大腿 跟风战队表忠心 二则也是希望扰乱香港 从中于力 借此实现这在台推行分离主义的政治企图 但是啊 说到底 这绿营政客 台独分子 蔡英文们 真可谓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真切切 活生生的体现了那句话 匹服汉大树 可笑不自量 你就不动脑子想想 纵使历史上 尖角蛮横如日不落帝国 凶残癫狂如日本军国主义者 最终都不能真正侵占中国的香港 窃取中国的土地 现而今 就凭你区区几撮 跟着美西方营武者背后魂屁股后面拍马抬轿的投机政客 就妄想分裂中国的领土 分裂中国的第一大岛 真是让人都不知道说你点什么好 我们说全国人大此次为什么要完善制度 以法治保障 爱国者治港呢 为什么要确保爱国者治港 因为爱国者治港 所针锋相对的 就是洋奴才治港 我们不让爱国者治港 难道要允许洋奴才治港吗 诚然在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历史上 靠着当汉奸 做傀儡 做洋奴才 靠着背弃国家民族 将自己的灵魂典荡给魔鬼 从而交换一时虚荣权势的 确实大有人在 但最后结局下场又是什么呢 无非是遗臭万年 病死欲终 被洋主子反目堵死 甚至是落个挫骨扬灰的下场 总之 全国人大完善制度 以法治保障爱国者治港这件事 是着实惹的倒内一些 梦想着以美谋独的洋奴才不高兴了 于是就生死历劫的戒体抹黑 煽动对立 妄图以此继续维系 巩固自己的绿色统治 但说到底 绿营政客 台独分子 蔡英文们 如此丧心病狂的诋毁一国两制 其实恰恰是说明他们自己彻底害怕了 彻底心虚了 彻底丧失他们自己内心深处 那所谓的制度自信了 他们害怕当一国两制制度下 一个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他们所拼命鼓吹的那套美国是自由民主的优越性 将被赤裸裸 从而也无形中揭破他们自己攻击大陆制度 抹黑一国两制的谎言 没有人能够侵占中国的领土 没有人能够分裂中国的土地 古往今来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做不到 屈须的绿色政客更玩趣 历史的教训 现实的大事都会告诉你 唐弊党军的下场 就是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成粉碎 继续